大家好 我是蛇耳邊 今天我們要講眼前的這位大叔 延時遠遠的甩開他的筆 在對無辜的白紙一陣拳打腳踢 後來大叔發現白紙其實沒有錯 又誠懇的把白紙撿起來 這位大叔已經好一陣子身陷在這種困境裡 終於在凌晨2點把漫畫搞交出去 默默的說著 我妥協了 對於完美的妥協 這時候才跟同事說他胃痛的難過 要不要去吃碗拉麵 他是2022年漫畫家年收錄 在日本排名第12的《鏡上雄焰》 也是《灌籃高手》電影版的編劇兼導演 在上一部《灌籃高手》電影版 更多小細節的影片後 不少人討論為什麼《灌籃高手》 會變成這樣的風格 在某些關鍵時刻 竟然安靜到讓人害怕 也有不少人問到《鏡上雄焰》的漫畫進展如何 以遊戲和《東漫立國》的日本 而從雜誌調查報告指出 日本小學生心目中的夢幻職業 遊戲製作和漫畫家都是前幾名的行業 對小學女生而言 漫畫家僅僅低於當一位金光閃閃的藝人 但日本漫畫界的競爭度可不是只有一般 新人必須面對漫畫圈的高強度淘汰 而舊人常常困在作者本人創意的枯竭 漫畫圈裡不只新人不肖 舊人也常哭啊 都看漫畫每週更新 夜數一般在16頁以上 越看漫畫至少有35頁以上 J王作者 偉田農藝郎自爆 多年來 堅持半夜2點睡覺 早上5點起床 每天只睡3個小時的作息習慣 或影忍者作者案本其實表示 學校前兩天的工作會超過19個小時 《錦上雄焰》在《灌籃高手》這部漫畫之後 有很好的作品如《爛人借客》和《REAL》 但都陷入無法繼續完成的狀態 顏少得知的《錦上雄焰》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他當年會賭上自己的才華 對抗最大的漫畫集團 《灌籃高手》正式上映後 短短三天的票房就累積7300萬 超越過去幾部人氣動漫 甚至超越捍衛戰士賭行俠首周的週末票房 在日本本地的聲量口碑票房正如日中天 《灌籃高手》電影版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對著大神《錦上雄焰》許一個未來 《灌籃高手》電影版長成這樣其實不意外 你有需要知道的12件事 第一點 先年56歲的《錦上雄焰》 來自日本九州最南端的鹿兒島 在小學和中學時期加入的是熱門的劍島社 進入高中後在哥哥的鼓勵下 進入比較冷門的籃球社 而且在籃球社團裡擔任先發球員 每個漫畫家在啟蒙時代 都會有一部影響他很大的作品 影響《錦上雄焰》最深的就是水島新式的大飯桶 大飯桶從1972年開始連載到2018年結束 一共連載的46年 三席本集數有203集 大飯桶是一部以棒球為主題的漫畫 漫畫中的三田太郎長相有如大飯桶一般 自然憨呆加上有如神助的棒球天分 從三田太郎身上一系可以看到櫻木花道隱約的存在 第二點 錦上雄焰在20歲時 我搞到極音色的週刊少年John 從此和極音色有了多年的合作 大三時放棄學業進入極音色 在正在奮戰中的北條絲身旁當助理 北條絲當時正連載自明漫畫城市獵人 錦上雄焰也因此有了漫畫製作的基礎 1988年錦上雄焰的短篇紫色的風 獲得第35屆首宗獎 首宗獎的特色是每年以沒有獲獎者有名 近年來用手指頭可以數出來入選的人數 錦上雄焰拿到入選的首宗獎 證明天中銀財橫空出世 錦上雄焰正是在漫畫界出道 第三點 這部短篇紫色的風 可以說是灌籃高手的前傳 很多人好奇錦上雄焰在灌籃高手中的最愛 怎麼會從一幕畫到變成電影版中的宮城涼田 事實上錦上雄焰早期的最愛是炎值100的流川風 類似流川風的人物就曾經出現在 錦上雄焰的四個作品之中 以1988年紫色的風來說 錦上雄焰是籃球部的部長 有一堆迷媚親衛隊 漫畫裡已經出現赤木和木木人物的原型 而錦上雄焰在這個時候的風格 還真的有幾份被調時的城市獵人 第四點 從這個時候開始 錦上雄焰成為漫畫界裡題材比較少的籃球擔當 在週刊少年Jump畫了不少和籃球有關的漫畫 1990年的夏天 錦影色的特別號 勘載喜歡紅色 是《灌籃高手》的短篇4月版 《灌籃高手》裡所有主要人物原型陸續登場 終於在1990年開始在週刊少年Jump上連載《灌籃高手》 如果只計算在日本的漫畫發行量就超過1億2000萬冊 《灌籃高手》這部漫畫在90年代 也影響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吹起藍球風 10年的醞釀之後 日本文化廳舉辦了日本媒體藝術白選 有民眾和專家票選當代藝術100強 漫畫類第一名由《灌籃高手》獲得同場經濟的漫畫 都是我們想得到的傑出作品 如《鋼之煉金術師》 《北斗生拳》 《悠遊白書》《海賊王》 第五點 《灌籃高手》電視版也從1993年開始直播 總共有101話 《灌籃高手》電視版本在1995年到2015年之間有著多次重播的紀錄 而且時段都十分經典的在晚餐時間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有晚餐配《灌籃高手》這種經驗 另外2020年因為疫情關係NBA停賽 艾爾達體育台沒有NBA賽事可以轉播 所以改播《灌籃高手》電視版 而且收視率還不錯 很難計算《灌籃高手》電視版有多少收視人口 被刷了多少次 但我們可以從電視版的片頭片尾歌曲略之一二 這首櫻木花道的主題曲 《好想大聲說喜歡你》 擊敬日本工信榜第16位 順目情指對著流川鋒說著我指淋視著你 大黑魔忌的這首歌來到工信榜的第二位 並且拿下百萬銷售單曲 當然還有象徵灌籃高手結尾 上山生的直到世界的盡頭 除了百萬銷售佳績 到今天還可以看到 上山生在各處的舞台上 聲勢力竭的飆唱這首歌 第六點 錦上雄彥在拿下日本媒體藝術白選之後 曾經致數如果沒有籃球 就沒有他這個漫畫家 在漫畫連載期間 錦上雄彥成立了一個小型籃球隊 名為TechChance 自己擔任後衛 漫畫連載結束後 也獲得NHK的邀請 在NBA比賽中擔任球評 灌籃高手連載的這段時刻 是錦上雄彥創作的爆發時期 1993年 鮑勃格林撰寫的 Michael Jordan 專輯 Handtime 錦上雄彥根據這本書 連載了Michael Jordan 的真實故事 令人訝異的是 這是非常寫實幾乎擬真的作品 完全可以看到錦上雄彥對於繪畫的基本功力 第七點 灌籃高手漫畫最後畫到 湘北高中和山王工業在全國大賽中最經典的一戰 錦上雄彥最後明確表示 他已經想不到在 湘北山王這一戰之後有更美好的終點 不只漫畫和動畫迷鼓勵 錦上雄彥繼續創作 和一位叫林子的女孩 出現了和灌籃高手電影版裡一樣的海邊山洞 也提到工程失去哥哥而走不出自己 林子的日文發音和球隊經理財子是一樣的 如果看了二環 也許就會對每次工程和財子對上演的時候 跟著會有那一份感覺 第八點 灌籃高手連載結束之後 1996年金上雄彥開始連載 也是以籃球為主題的林苗出手 最初是以網路的形式出版 林苗出手並沒有得到如灌籃高手般的好評 讓對灌籃高手對每個人物的仔細刻畫 金上雄彥在林苗出手裡埋了他對籃球的想像 應該說我們對外星人超越體能打籃球的想像 林苗出手以地球人籃球隊要稱霸宇宙為主題 仔細觀察林苗出手這部作品 被發現灌籃高手之後 金上雄彥的漫畫筆觸高了一個檔次 第九點 對於動漫迷來說 經常是現得越深 越想知道巨星迷遺的結局 金上雄彥不只一次提到對於灌籃高手的結局 沒有發展成無限擴張的多重宇宙 他心裡有些虧欠 但是他相信只要持續創作 用遺忘把過去撫平 所以1998年金上雄彥開始連載《讓人見客》 《讓人見客》改編至極穿英智的小說作品 《公本無章》 雖然灌籃高手是金上雄彥最知名的作品 但12編真情推薦金上雄彥的《讓人見客》 終期之後畫風浪漫且充滿惆悵 可以看到金上雄彥提著水桶用毛筆刻畫出來的人物特色 漫畫中到處是細節 可以把漫畫每一頁都沉濕很久 像是在欣賞一幅水墨畫一般 如果說人一生的才華有限 那把金上雄彥炸乾的 肯定是長達17年37集的《讓人見客》 第四點 神選擇的你去面對這個難關 就是相信你可以通過考驗 如果每個人都十全十美 凡事進入人意 夢想全部實現 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可言 這是來自《錦上雄彥》漫畫Rio的一段話 《掛藍高手》之後萬萬沒想到1999年 《錦上雄彥》還可以繼續畫和籃球相關的主題 而且主要人物是遭逢變故和罹患重大疾病 而轉化為籃球球員 Rio是一部思考非常緻密的作品 貌似沉重但充滿真相 Rio是會一拳狠狠地打在四隻劍拳卻充滿迷惘的人們 《錦上雄彥》是一邊畫著Rio鼓勵自己前進 目前Rio一共有15冊 不用看太快 漫畫目前也是停更的狀態 第四點 2008年開始至2010年為止 《錦上雄彥》在東京大阪仙台巡迴展出 《錦上雄彥》最後的漫畫展 這最後的漫畫展聽起來超級聳動 但這個漫畫展其實是用巨大的畫作作為漫畫 反《浪人劍客》公本五章的故事完結 真正讓人讚嘆的是在這個展覽中 《錦上雄彥》用毛筆和紙直接在牆上作畫 真實進入藝術家的境界 又在《浪人劍客》能在休宅的2011年 《錦上雄彥》第一次異業結合 返往西班牙巴塞隆納參訪高地的建築 並且在2014年舉辦與高地建築對話的展覽 兩個藝術大師的對話 上次我們提到《錦上雄彥》在京都東本院時 畫了一幅神聖的屏風會清卵 另外有1200年謙功古老傳統的伊勢神功 在2013年第62次謙功時 《錦上雄彥》再度接下這個神聖的工作奉納之筆 這個時候的《錦上雄彥》已經進入一個勞納的狀態 第12點 《錦上雄彥》是個坦誠的人 真的坦誠自己不行了 他在書裡描述他遇到創作的瓶頸 甚至提到被心魔所困擾 又像頭球失憶症一樣 完全無法驅動自己動畫筆的一致 他在坦承他的漫畫都是依靠著直覺而畫 當直覺消失時就會失去一切 當我們都不再期待漫畫作品可以再更新之時 畢竟14年努力掙扎的《灌籃高手》電影版終於誕生了 原來他還是努力的畫著 當12編不禁想到《捍衛戰士》獨行俠的豬豬等了36年 還有那一直在魔劍的阿凡達水之道等了13年 這些電影的背後都有一個靈魂人物支撐著廣大的期待 相反的也看到他們對自己作品的堅持 尤其他們都進入了一個人的武林 能夠與他們競爭的人就是他們自己阿 而我們也只能等待著 盼望著 感謝你也喜歡錦上雄宴的《灌籃高手》 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有錦上雄宴其他漫畫改編的電影 如讓人見客 大家會期待嗎?